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恒宽 今天是4月11号 今天聊一聊彭丽丸上位的问题 由于最近他去湖南长沙去考察一个什么东西 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被中共的中央的媒体大肆的报道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外界有大量的评论 这些评论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把彭丽丸联想到彭丽丸上位 来接习近平班这个事 和江青在毛泽东75年76年将要死的那个时候 和江青做这个比较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说大部分的评论者呀 都是一种调侃 把这个当成个笑话 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和江青的那个比喻对象 没选好 江青接班毕竟没有完成吧 最后被 所以毛泽东选的另外一个接班人华国锋 搞了这个 一个类似一个政变性质的政变这个地方要打引号啊 叫非程序性职务调整 用这个非程序性职务调整去把四人帮给逮捕了 然后到了80年代 邓小平夺了华国锋的权之后呢 又耍了个流氓审判啊 这个公开审判 把四人帮和林彪归为同一个被告团体 然后好像 你在现在的话 也还能找到一些 一些骗断啊 就是江青在庭审的一些判断啊 里边最亮的就是张春桥 山东老乡张春桥 那张春桥那是直接藐视发庭 那表现了一个中国男人 对于邓小平领导之下的那一段啊 中国政府啊 这个滥用法律啊 把法律当儿戏啊 这个做法啊 进行了极大的呃表示啊 这是让中 起码让这个一部分中国男人看到 卧槽 中国男人面对中共的这个非法审判的时候 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反抗啊 这个了不起啊 以后写电视剧写小说 可以把这个龙国仲裁的把它展现出来 有种啊 就是坚持自己的呃这个立场 而且也绝不妥协绝不悔罪 至于说张春桥坚持那个玩意儿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在历史上是个什么地位 那可以另说啊 回来说这个彭丽媛啊 这个各家大嘴评论大V评论这个彭丽媛呢 就说他 他正确的选择的这个评论对象呢 应该是和这个清朝末年那个龙玉皇太后 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呀 我们凭什么要爱国呀 我们爱国的那个物质对象 那个地缘政治的这个物质基础是什么呀 哎 他就是龙玉皇太后代表那个溥仪皇帝啊 代表玄筒皇帝那个小孩 七岁的小孩嘛 代表他把江山 江山注意啊 彭丽媛唱了一首歌叫江山 江山是山 江山是天 江山是地 江山就是老百姓地 什么时候江山就是老百姓的那个虚的东西啊 其实不是啊 彭丽媛的歌唱的这个歌词越点荒谬 歌曲不难听 就是说这个大清的江山 最后完整的 我们把它想像是一个盘子啊 想像是一个盘子 交给了袁世凯 说袁世凯 你就当你的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吧 我们把这个大清的所有的家也全交给你了 我列祖列宗啊 也搞了276年 这里面有功有过 我就不方便说了 你们接着把国家搞好 给人民带来幸福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知道人民现在都心向共和 因为你要是再不告共和的话 你像我们的这个呃 我们我们皇宫里啊像那个像梁碧这样的我们的满足的能干的能臣都记不都被你们在大街上给炸死了 那我们不能看着啊 这个都是同胞 这老百姓啊 用这个拼命的办法啊 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没有必要啊 我们波尔寡母也挺累的 我们管不了这个国家 袁世凯 交给你了 这就是那个啊 退位诏书 光绪退位诏书的 不是光绪啊 说错了 玄统 玄统皇帝在七岁的时候 有他的摄政王啊 这是有他的表面是他的娘 也就是光绪的遗孀啊 他实际上是他的身份是光绪的遗孀 光绪已经去世了啊 有光绪的遗孀 带他 把江山交出去了啊 江山我刚才说 他是一个象征的说法 他并不是真的是江山啊 自古以来啊 那么现在这个就乱 现在很多傻逼论证啊 就是瞎鸡巴说了 就是哪有中国呀 没有中国 中国是后来才有的 这是扯淡啊 就是中国这个概念 你让他大清 咱们眼前的就是中华民国 从哪来的呀 他从大清 继承下来的 把大清的家业全继承了 包括语言文字啊 包括政治制度啊 政治制度做了大量的革命性的改变啊 包括啊 他的土地 包括人口啊 包括雇工博物院 那份房地产 以及雇工博物馆里的大量的珍藏 还有一大部分被蒋公带到了台湾 你台独分子如果不认中华民国 不认识中国人 甚至不认识这个大哥 你是从小你是日本给你虚化出来的话 你故宫博物院的宝贝怎么处理啊 你是不是该放回来啊 然后蒋介石带走的七百吨黄金 怎么怎么说啊 得算一笔账吧 你这玩意都是都是 有些台独分子就是脑残 不会算账啊 回来说这个做成的这一次交接 就是龙玉皇太后 把江山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是手接住了 后来袁世凯死的时候 袁世凯也是心术不正啊 袁世凯死的时候 这个盘子夸拉落地啊 一下摔成了三块 这个咱们两岸的教科书里就不认真讲了 这个盘子 后来讲这个这个啊 袁世凯想据为己有 他想称帝 他想享受满清皇帝的这个荣光 那让他过瘾吧 然后这个一不小心 啪啦这个盘子 你把它想象成 传国玉玺 这个历朝 这个皇权 这个江山的传承 表面形式 一个一个 有一个东西叫叫玉玺 这个历史的传说是说 在很早很早的时候 楚国那个地方 不是有一个和氏璧吧 就是那个传说 那个璧是一个宝贝 后来打成了一个 传国玉玺 就是不断的传 后来秦始皇给他抢 抢了之后传传 汉朝大概是得的那个东西了 后来传传的过程丢了 丢就是历朝历代啊 就是传 有时候丢了 有时候出来 那么满族这些家伙们是很狡猾的 满族是从明朝人手上得来的 对吧 那么明朝是从元朝人手上得来的 这个江山 可是这个老朱家 老朱家就是明朝从蒙古人手上传这个江山的时候呢 蒙古人耍了个赖 蒙古人他妈的没教这个东西 蒙古人就带着这个和氏璧啊 和氏玉传国玉玺 溜了溜到这个北方这个大漠沙漠里去了 去放羊去了 没给死活不给 那明朝当时派民去追了 追了半天没追上 有这个有这个传说啊 所以明朝的这个啊 这个合法性 他的这个江山的来源 他的这个在传国玉玺这方面 他略微有点欠缺 略微有点心虚 这个政权有点不太正啊 这个是明朝一直是特别警惕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啊 你看他后来 一旦国家安定了 就是又抓了很多奴隶啊 到北方这个地方又在修长城吧 修长城的故事 这个历史评价也不正确啊 修长城正确的角度去看 明朝为什么要修长城啊 有一个历史的传说 就是这个孟江女 哭长城的这个传说 孟江女是一个山东姑娘啊 山东人跟彭丽媛是老乡 这个这个故事的完整的版本 就是在明朝 民间把它完善的 在明朝之前的一直有这个传说 这个也有记载 也有演戏 各种啊 民间有有这个演绎啊 但是他不完整 真正啊 可以拍电视剧 可以拍史诗大片的那个情节 在明朝完整的 什么原因啊 就是明朝人民在早期 经受了巨大的痛苦 史诗官方的史记 不会记这些东西 就像今天习近平 还有这个历任的中共的国家领导人 干了很多缺德的事 包括抓中国农民 当奴隶给他种粮食 免费给中国共产党 种工粮 中文按说这个中国农民 他是一种农业工人呢 你应该付他的工资啊 他不能免费给你种粮食 对吧 另外你他老了之后 你得给他买退休金啊 你得给他买这个医保啊 你共产党耍赖啊 就是把中国农民抓来当奴隶使用 而且换一套另外一个说辞 大跃进啊 什么你妈的人民公社呀 什么你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全是骗局 这都不是真相 真相是从劳动力角度来讲 从马克思的这个原始机会 剩余价值啊 从这些基本概念入手 中国的农业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户口制度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奴隶制 就是把农民啊 首先剥夺你的宅基地 剥夺你祖传的土地 跟你充公 不属于你了 宅基地都不属于你 而且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中国农民的宅基地 你想盖的啊 你想花一百万 把它盖成一个豪华的一个别墅啊 我盖成一个江南园林这样的啊 我盖出来值一个亿 你能卖掉吗 卖不掉 为什么 他没有法律地位 不能够流通 这是共产党缺德的 中国有八亿农民 在过去这二三十年的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啊 财富的泡沫的过程中 中国农民没有得到利益 这个道理 用经济学的术语 把它说出来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用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 人民自由开发房地产 农民在自己的地上盖了楼 可以卖楼啊 这个 为什么只有许家印可以盖楼赚钱啊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 不能盖 不能这个盖 盖楼赚钱呢 道理何在啊 许家印跟其他中国人民的 法律地位平等不平等啊 你这个他妈的能回答吗 谁他妈的回答呀 就这些东西 历史没有真实的记载 学者不敢说话 谁说话 开除你啊 你像这个 著名大学有些教授啊 有一些过去这几年经常有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教授 我看到美国资源自由二十天 电台上这个节目 后来才发现 哎呀 其实清华大学早就把它给开除了 像秦辉教授 传了多少年是清华大学教授 你们查一查 秦辉教授什么时候被清华大学给给开除的 还有一个吴强教授 我一直以为吴强教授 怎么说话这么大胆呢 原来吴强教授早就不是清华大学的人了 他大概是像我林宽一样 离开学校的时候 住在学校宿舍里面 我从现在清华大学把吴强教授给告了 吴强教授可能是告了好几百万 让他违约 你住在我们清华大学的楼里面 你又不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员工 你这个违约 我罚你 很多事啊 很多事就是在中国大学里面 真正胆大的 有点真知灼见的 能把这个道理说透的 而且有发声管道的 比如他跟美国之音啊 跟德国之声啊 对BBC啊 或者是跟这个自由亚洲啊 他可能有记者熟啊 记者一采访他 他讲点真话 我操 早他妈给你变着发的 给你开除了 知道吧 这就是中国 所以你回到明朝 明朝早年修长城的时候 一定是痛苦的血泪 应该和秦始皇修长城差不多 都是免费劳动力 都是苏联体制 苏联体制怎么建起来的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治体制 是从苏联学来的 苏联专家帮建立起来的 苏联体制怎么来 苏联体制 斯大林学的谁 学的吧 秦始皇 免费劳动力 抓他妈的波兰的贵族 把波兰给打了 打赢的时候抓了6000贵族 干嘛用啊 送到西班里亚 去挖煤 去砍木头 从事农业生产 从事木业生产 免费劳动力 苏联 从俄罗斯到苏联 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 他们最热衷的干的 就是到处去抓这个免费劳动力 这就是秦国秦朝 惯用的手法 要不然陈胜公国能推翻他吗 就是就想这个 找个理由 我定了很多那个 多卢牛毛的法律 都是不合理的 都是恶法 让你老百姓一不小心 就为了法 就像你 中国现在在大街上 我想自食其力 我想到大街上去开一个摊 我想卖这个甘草牛河 我做甘草牛河特别好吃 我做猪肉炖粉条子 大锅饭 我这个成本控制的10块钱 我12块钱让你免费吃 我就是维持一个最基本的 行吗 不行 城管得打死你 城管有一百条法律在这管着你 这就是恶法 这就是秦治 秦朝的法律 这样的话 你一犯法 他抓起来 你给我去做劳改 中国劳改这个词呢 这个系统 是学着苏联的古拉格 苏联的古拉格 学的是秦朝 明朝 抓壮丁 抓这个摇曳 让你免费修长城 免费搬石头 免费修红旗渠 河南临县修红旗 免费到这个大寨 到虎头山 你给我搬石头去 免费 我小的时候 亲眼见过的 免费修黄河 免费修马家河 都是农民在这挖沙子 搬石头 就是毛泽东都干过 大跃进 其实本质就是这样的 就是导致饿死人 就是他想让劳力免费干活 这个二三十年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苏联头两个 头两个五年计划 经济上取得了 非常靓丽的成果 把西方的白左给吓晕了 西方的野牛人 挨着个的排队 到苏联去取经 你经济怎么搞得这么好的 我们美国陷入了经济萧条 你苏联怎么搞得 怎么搞这么成功啊 哎呀 比今天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的 这个GDP增长还搞 那个外国的白左不懂啊 包括那个是大腕像什么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死了 这时候不是写了一本 莫斯科日记吧 就是这个东西 丢人 把西方的白左知识分子 大诗人 大作家 大记者 大教授 全他妈给忽悠了 因为他到苏联去考察 他看不到奴隶 劳工的 藏身之地 他整个这个 这个西伯利亚 这个这个开发什么 都是用免费劳动力 他叫古拉格 有一本书叫古拉格群岛 这王志安是没读过的啊 王志安因为他没读过 古拉格群岛 这本内部发行书 他就 他胆敢 他就说台湾是一个孤岛 台湾是世界民主阵营的一部分 今天 美国老拜登 跟日本的手下 还有菲律宾的手下 正在排兵不振 正在想办法把导弹 安到金门 注意啊 我估计在这之前 金门可能没有安置 短程导弹和中程导弹 现在金门 一旦安置 短程导弹 你习近平敢打 你再吓唬你 再战狼我 他把你 给你放炸弹 炸你 把你的 把你的 咱不然说打厦门 很轻松 很轻松吧 你要说 习近平说 我把那金门拿下来 很多人好奇 说金门怎么不拿下来呢 那是因为美国不同意 美国在金门有 有驻军 今天这个表决 在美国国会 现在争议很大的 有一个援助乌克兰的 一个方案 他名义上说 这个媒体报道 他不全面 他浓缩嘛 他说是一个援助乌克兰的 一个方案 多少几百个亿 不是几百个亿 几千亿 英语是大概600 billion 那就是6000多亿 相当大的一个 已经减的不能再减了 援助乌克兰 只是一个名义 也有援助以色列的 也有援助台湾的 这个钱怎么花 90%的钱就在美国 各个人的口袋里 转来转去 他离不开美国 大概有10%的 真正能到乌克兰的战场上 真正能到以色列的 千言阵地 也有可能到金门 因为金门那个地方 需要大量的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 合同工 帮助中华民国的国军 在那个地方 调试各种先进的武器 包括 空中的拦截系统 这些东西都得花钱 但是现在呢 美国国务院 这个方案已经通过了 已经表决通过三次了 参议院没问题 参议院这一百多个老头想开了 这笔钱咱花得起 值得花也该花了 没什么增议的 那么总统是等着 众议院再表决一次 只要众议院一通过 参议院立即通过 总统立即签字 钱立即就可以到位 进入这个流通领域 90%的钱 留在美国人的口袋里 转栏转去 10%的钱飞到 乌克兰的战场 飞到 这个 以色列 飞到台海 甚至可能南海 菲律宾这些地方 都可能沾点光 有大量的合同 用到那去打工去 去赚钱去 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 正在美国国会当中 进行激烈的增变 这个共和党的 众议院当中 有个别人 想不开 就这钱不能花 这些人主要是 跟这个 拜登总统 跟那个Tucker Carson 就是采访普京的 那个大媒体人的 号称美国的王志安 打个引号 当然他比王志安 做的影响大得多 那个是能够搅动 世界格局的人 Tucker Carson的听众 慢慢的有很多人 就觉得 指援乌克兰 这事很靠谱 包括有很多民运人士 我看有点开始 替普京说话了 咱今天不点名 点名得罪人 我会在一个 非正式场合 给大家交代一下 回来说 扯得有点远了 回来说 彭丽媛 彭丽媛 不是学江青 他的条件 彭丽媛今天要是 比如说习近平突然死亡 习近平的身体 一定出了个大问题 你们看看 他跟这个 马英九 这两个丑老男人 见面的那个 握手16分钟的 那个镜头 你能看出来 习近平的身体动作 极其不正常 另外他增高了两公分 原来习近平 跟马英九的身高 你们把2015年 马习会 习马会 见面的照片 调查看看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穿的 这个衣服 鞋子 两个人身高是一样的 都在180左右 今天习近平变成182了 这马英九可能抽了 变成179了 明显看出来 习近平比马英九高 那么三公分 两到三公分 非常明显 当然正常的解释是说 可能习近平穿着 这个高跟鞋又增高了 或者马英九 故意抽流了一下 觉得自己 因为自己是 自己是跪舔 这个形象比较差 自己抽流了一下 自己把自己的脊梁骨打倒了 然后在习近平面前 故意做这么个 就显出一个 制造一个拍摄效果了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习近平你注意到 他这个身体扭动 然后迎接这个什么 他不正常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至少有某一个内脏器官 处于病变状态 他痛 他这不舒服 他可能这个肝里面 长了个瘤子 有可能一线里面肿胀了十倍 有可能他的肚子 这个肚子里 胃里面 又有一个癌症 这个是最常见的可能性 癌症一瞻能够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感觉着疼 往往是到了后期了 所以习近平也迫切面临着一个突然死去 突然死亡 你像李克强那样 突然死亡 也可能被人家突然暗杀 因为党内 你能从这个李尚福 这个秦刚 火箭军这些 这些事 你能看出来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宫廷 政治局里边 那是刀光剑影啊 习近平根本睡不着觉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他必须得考虑一个 他得学谁啊 学毛主席来不及了 毛主席当年就没干好这个事 毛主席在1974年 74年的下半人就身体就非常糟糕了 尼克松下台之后 他又把尼克松叫过去 这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啊 美国人民不爱你 我爱你 到中国来 这个帮尼克松打气吧 尼克松那个第二次去北京 见毛泽东的时候 毛泽东的身体就彻底完了 就不行了 所以毛泽东后来安排接班人 只有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的时间是不够的 回头一看是不够 那么不是说没有人干 能干 能接盘 王红文不行 对吧 华国锋其实也不行 华国锋最后不是 从华国锋后来的作为来看的 这个华国锋这个人 还不是毛泽东 真正众议的接班人 邓小平毛泽东也没看上 毛泽东如果再给毛泽东 两年的时间 他有四年的时间 提前安排接班人 毛远新能成 毛远新那个水平是够了 这个人的各方面的能力 毛远新够 但是来不及啊 时间来不及 毛远新这个 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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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程 培养培养这个 把它培养成接班人的这个过程 你得有四年 咱假设说啊 随机的说 得需要四年的时间 相当于读一个大科本科学位 可是老毛当年的时间 他估错了 他只有两年时间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那就是把这个这个 这个毛远新想打造 这中间还得需要做江青的工作 让江青认可这个方案 江青配合这些老家伙们拥戴毛远新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个工作毛泽东没有做成功 所以才有后来匆匆忙忙的 在周恩来死了之后 啊 邓小平主持招待会念这个道 周恩来的道词 念完之后 汪东兴立即在人民大会堂 把邓小平抓下来了 就剥夺了他的自由 然后啊 立即宣布啊 一个星期之内吧 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然后立即选拔 华国锋 为什么 那个时候还不能够啊 把华国锋那个位置呢 让汪东 让这个任何人都不行 张春桥也镇不住 老毛说还就是华国锋可以 他已经在中央锻炼了五年了 现在有一些这个小年轻的写这段历史啊 他其实是胡写 他这基本考证都都都都不做啊 1976年早春 华国锋上位的时候 他已经在中央锻炼了五年了 五年的时间按说够了 老毛分之后来 他们都觉得 培养一个接班人四五年就可以 但是没想到华国锋这个人啊 啊 这个这个性格很复杂 他这个表面上特别忠厚 平时言行都没有毛病 很有民主风范 也很会啊维持这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在中共那个层级上 为人处事啊 既不能够拉帮结伙 又不能够得罪人 华国锋做到了 等于是骗过了毛泽东 毛泽东觉得华国锋可以啊 所以后来 呃 七六年一早春 华国锋上位 这华国锋一上位 直接是抢了邓小平的位置 问题是那个位置邓小平 从来也不是毛泽东 安排他才要做的啊 这个微妙就在这儿 真正懂内情的人 熟悉中共高层权力 啊交接的这个过程的人 像我是真正研究了好几十年呢 啊 我知道这个细节 那个位置不是给邓小平留的 干活是可以让邓小平 但是你邓小平不能当大位 你当不了你没这个能力啊 这一点呢 啊 很复杂涉及到邓小平的历史定位 你怎么样给邓小平盖棺论定 一直到今天 人类全人类 没有能够写出一本像样的 可以值得一读 值得我李永宽推荐的邓小平传记 没有能力写得出来啊 你像哈佛大学那个傅 傅高义写的 那个太贵舔了吧 那个就是太给哈佛大学的丢人了吧 啊 那个潘佐夫写了一篇 写了一个邓小平传记啊 嗯 那个 他那个呢 也太偏 他偏重于邓小平作为一个革命者 然后副标题是 正标题是邓小平传 副标题 革命者 就是强调他的革命者的一生 之所以强调他的革命者 因为邓小平在苏联待了一年 苏联的完整的大案 苏联的各种 当时的这个作业 这个这个小杰什么都都被潘佐夫给 靠北下了 潘佐夫可以随便抽个资料出来 一看邓小平原来是这么个人 所以你别忘了 邓小平实际上他真正的是一个毛左 这话一般人接受不了啊 接受不了你得读一读 潘佐夫的传记 当然毛左 用毛左 用毛泽东思想的重视信徒 来概括邓小平 作为盖棺论定 这个不全面 这是他一个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 邓小平有的时候 到了74年 75年 邓小平有底气 赶根江青拍桌子 这个小个子 这个性格很独特 勉力藏针 老毛对他是又爱又恨 就说这个政治上 手腕上 整人的狠度 耍流氓的程度 独裁者的品质 独断专行 这个素质有 毛泽东 佩服 小平可以 可以接我的班 但是 这个人有些东西 我琢磨不透 我驾驭不了他 他有一些 其他的方面的东西 那个其他方面的东西 就得需要后面的高人 来给他概括 来给他总结出来 写出一个杠顶之作 然后拼接起来 你才能写一本 邓小平的专利 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人类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不到位的 那就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邓小平 你没法评价邓小平 你就不能够正确的评估毛泽东临死的那两年 他跟江青的这个关系 江青 毛泽东 邓小平 当然江青实际上是代表四人帮了 那么邓小平是代表的一些老家伙们 这个三股势力是怎么样具体的斗的 成功在哪里 你失败在哪里 你把它总结出来 让习近平 让习近平好好学习一下 习近平也不可能理解了 习近平基本概念他懂 为什么抓四人帮的时候 他爹的老朋友耿彪 耿彪是亲自端着冲锋枪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他是华国锋得力的执行者 所以习近平什么故事都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逮捕四人帮这个事 他比谁都清楚 他直接能够接触到知情人 邓小平夺权的过程中 他比谁都清楚 但是怎么避免这个东西 这个里边得需要老百姓帮他补课 咱们老百姓对于 晚年毛泽东临死那两年 毛泽东 江青 四人帮 邓小平 华国锋 毛远新 这些关系的处理 咱们老百姓就不懂了 咱们老百姓主要是看不到可靠的历史的档案 像有一些通俗作家 我举个例子 有些东西是不对的 你比如说 有一个谣言传得很广 就是这个 1980年代 81年82年吧 审判四人帮的时候 说在法庭上 江青大吼一声 说审到这个江青迫害刘少奇 这个情节的时候 江青在法庭上 小语咒大爆炸 说我 我是毛主席的合法级成人 毛主席说了 你办事我放心 那还有一句的 六个字 有问题早将近 这个段子很多人说 包括袁腾飞老师都讲过 你们搜一搜 袁腾飞讲的浑声浑色 还有很多大围都讲过这个段子 这个段子 我考察下来发现不对 他的出处是什么呢 出处简单一搜 发现是叶永烈 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原来的科普作家 后来改行专门写四人帮 写四人帮的传记 他这个人 就是毕竟是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 中国作家 叶永烈 上海作家 上海籍的作家 他的这个没有西方文化的熏陶 他没有在美国留个学 没有这个严谨的历史学的训练 所以他对于一些段子 传说和历史的记载 他混为一谈 就涉及到这个江青在法庭上大吼 这个有问题找江青 是他的书里传出来的 他的出处是什么的 他的出处是张含之 他大概是采访了张含之 还是他引用了张含之的一本回忆录 张含之临死之前 出了一本书 叫什么红门 还是什么 有一本就唯一的一本吧 写这个晚年毛泽东的 张含之说 他我14岁就认识毛主席 我14岁的时候 毛主席60岁 你们给他算算他的岁数啊 一直待在毛主席的身边 随时想见毛主席就可以 不用敲门直接去毛主席那儿 给毛主席教英语 晚年毛主席的英语还不错 好多比较长的单词他都能读 我都读不出来 你比如说这个李敦白 有一个美国人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高干 中国有一些这个重要的 英文刊物的这个文笔 都是他写的李敦白 李敦白的这个他的姓 他的那个英文的品番 这是个犹太人的名字 我都读不出来 因为很长很复杂 毛主席见到李敦白 能把李敦白的名字给读出来 怎么学的呀 张含之一遍一遍的给他训练 张含之教的 所以张含之跟毛主席的关系呢 是非常好 张含之晚年在回忆录里就写 他说江青在法庭上出现出来的 那这个很多人就信呢 你像这个 这个 这段子多精彩 对吧 说这个华国锋 你这个 你这个 你也是抢了我的位置 毛主席本来有另外一个方案 是交给我的 让我来辅导你 我辅导这过程中呢 然后你要在适当时 把这个党的总书记 党的主席交给我 我过度给这个毛远信 有这么个说法 这个是张含之 写在书里面 被叶永烈引用到叶永烈的书里边 我们受过理工科训练的人 在这个地方 得问问题 张含之是怎么得到这个情报的 难道他能看到中共中央的档案吗 他有些档案他能看到 还没有 张一凤没有录党之前 没有存档之前 没有收起来的事情 他可能在主席的这个书桌上 案台上能看到啊 但是这个有问题 找江青这个 绝对不靠谱 绝对不是这么看的 他自己都 张含之自己都说 在书里啊 写的是在法庭 审判江青的法庭上听来的 这个事啊 到现在为止 只有张含之一家之言 就只有张含之一个人说 其他当年在法庭 旁听 这个法庭 旁听人员至少上百吧 啊 为什么别人都不说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共对于这个审判四人帮的完整档案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 文字也没公布 录音也没公布 录像也没公布 中共怕什么呀 就郑小平心虚嘛 那一场审判 那是对中共法庭是对中共法律的一个亵游 难怪人家张春桥藐视 直接藐视法庭 那这个 在这个地方有独立思考能力 有这个批判式思维特点 功利 习惯的人就应该问问 你张含之难道是去旁听了江青的审判吗 书里看他没这么写啊 书里没这么写的话你就必须在这问一个问号 就张含之 以他当时的身份 他是没有资格去参加那一场法庭审判的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只有我李永宽说呀 只有我李永宽是一个优秀的理工男 受过严谨的美国学术训练 问问题能问到点上 就是张含之 在1980年81年审判四人帮的时候 他正在接受政治审判 政治审判有点严重了 政治调查 张含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在华国锋 在华国锋上位巩固权力的过程中 张含之和他的先生乔冠华 站错了队 被华国锋 汪东兴 这些人 叶剑英这些人 给打到了四人帮江青一会儿去了 这个当然冤枉他了 这个是冤枉他了 咱就实时求是假 但是那在中共这个绞肉机里边 什么冤枉不冤枉啊 哪一个不冤枉啊 你连杨上坤这样的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 他都是在清城坐了十几年的牢啊 啥冤枉不冤枉啊 就说在粉丝四人帮之后 华国锋巩固权力的过程中 华国锋特别需要 乔冠华出来 助他一臂之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毛主席当年写的个字条 你办事我放心 在那一天 华国锋是又见证人的 这个见证人啊 你听张含之说他见证不见证啊 张含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上 他也说成好像他是见证人 就是毛主席写的个字条 给华国锋他就在边上 他说是这有这个事啊 那个我认为美国之音采访他 那个这个编辑有点太过分了 编的有点失真了 他应该不在场啊 如果在场的话 他会在书里写得清清楚楚 我现场看到的毛主席写的字条 交给华国锋的啊 华国锋把它收集起来了啊 所以这个我们排除啊 这个张含之不在现场 但是华国锋在现场 得到这个字条之后 你知道在走廊里面 有一个人在等着华国锋是谁吧 在人民大会堂的厅里面 在那等着呢 等着啊 本来那个人是跟华国锋一块去的 后来发现呢 呃一商量乔冠华级别不够 主席的时间精力都不够了啊 这个呃主席既然只想跟华国锋谈话 那你乔冠华要直去 你就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我 我回来的时候咱们在一块碰头 咱们再走啊 是这么敢安排 所以是 毛主席接见完了新西兰的一个 一个总统还是首相 啊 完事就华国锋陪同 华国锋就跟毛主席说了一些话 毛主席就跟华国锋有些交谈 你办事我放心就这么来的 华国锋捡了三张纸条 你办事我放心 啊 这个不要急慢慢来 照既定方针办 那么华国锋呢 呃 完事之后啊 惊惊动魄 心惊胆颤 得到这三张纸条 他没扔揣到怀里面 揣到兜里面 离开毛主席的这个聚所之后 到了人民大会上 见到了这个乔冠华 乔冠华毕竟是在中南海混的时间长啊 就他就请教乔乔冠华 他很谦虚啊 这啥意思啊 这个这个你看这主席给了我三张条 哎 就是他跟乔冠华有一番切磋 就是乔冠华是肉眼亲眼看到了那张纸条的 你办事我放心 哎 然后这个事大家就散了就走了 啊 等了几个月之后 半年之后吧 粉碎四人帮 然后中共中央 政治局又开会 确立 华国锋 啊 这个接盘侠 华国锋成了一个接盘侠吧 啊 他自己抢来的 华国锋这个接盘侠的合法性的问题 啊 他要制造这个合法性 所以当时有一幅 不是一幅啊 有好多幅 你办事我放心的这个画 啊 中国农村特色啊 山东夜县 农民画 风格的那种各种宣传画 你办事我放心的 毛主席跟 华国锋两个人亲切的 坐在沙发上在那聊天 其实不是啊 其实 不是毛主席跟华国锋啊 那个是艺术化的处理了 啊 有其他人在场啊 这个张云凤同志这些都在场啊 这个女服务员啊 这个都都在场 因为医务人员都在场 为什么 因为毛主席的身体随时会崩溃 啊 所以这个呃 有一个说法 后来这些挑战 华国锋 接盘侠 合法性的这些人 有毛左四人帮的残杂云孽 挑战华国锋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说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单独接见过 华国锋 你看这个说法啊 这个注意啊 这个是个你要想博倒他很难 这个话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 毛主席从来没有单独接见过华国锋 你要记住这句话啊 这句话你要 不管你是否定他 还是还是这个 驳斥他 还是肯定他 这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内涵 这个题目是不得了的 可以大做文章 就有点像 1978年5月份 我们南大教授有一个胡复明 写了一篇文章 被这个光明日报改头换面 这个他那个文章本来是否定毛主席 后来被改成否定两个凡事 这个你借他胡复明 一个南大讲师 一个年轻老师 十个胆 他也不敢在1977年的夏天 写文章投稿到光明日报 要求否定两个凡事 那是直接跟华国锋对着干 哪一个大学老师 想被开除啊 这不是早死啊 这个段子讲到这个位置 只有我能讲到啊 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个年轻教师 胡复明在1977年的下半年夏天 陪着他的亲人 这个看病的时候 闲了无聊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人这个他被大毕业嘛 他这个文笔特别好 这个出口成章 一写写了八千字的一个文章 投到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的编辑 我这文章写得好啊 这个角度啊 这个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 中共各级干部对于毛泽东的仇恨 对于文革的仇恨 中国人民必须得彻底否定毛 必须彻底否定文革 1977年是这么一个心情 但是呢由于太长 找不到合适的版面 那一灯的话呢 光明日报那不能灯别的了 一直压着 后来这个消息被这个文章 被胡耀邦知道了 胡耀邦这个脑筋转得快呀 说啊否定毛很对 但是光否定毛有意义吗 咱们顺便让他否定华国锋啊 为什么 因为华国锋要搞两个凡事 给华国锋扣一个两个凡事的帽子 所以这篇文章就改成了 大概只剩两三千字吧 改成了这个署名 没有署胡复明 署的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就是胡复明啊 我们南大人都知道啊 不仅南大人 中共中央啊 这个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知道 都得打听啊 这文章谁写的 我说南京大学的一个 安徽口音的北大毕业生写的 南京大飞的一个讲师啊 这是胡复明 大家搜搜胡复明的故事 他最近去年去世了 只有我做的两个视频 敢讲到这个真相 这个高度 其他人都不敢讲 就是胡复明那个文章 被光明日报 被胡耀邦的啊 那个班子给篡改了 从彻底否定毛泽东 改成彻底否定两个凡事啊 阔胡就是否定华国锋 给邓小平夺权 搬倒华国锋 起到了舆论宣传作用 他这个作用很大 那这有点扯远了 我看 哎呦 来了不少人吗 有没有什么尖锐问题啊 我这先歇一下 你看我这免费给这个 我这免费给习主席做这个作业辅导 给习主席给这个彭丽儿同志 免费辅导 现代中国政治史 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 这个这些历史啊 真相都已经模糊了 一个人的最好的记忆 因为我现在六十了 我回忆我过去三四十年当中经过的事 有些事的记忆确实模糊了 要不断的切磋 不断的学习 活到老学到牢 不断的听讲座 不断的去跟人家真正的历史见证人 去反复核对 你才能把这个话说准 才能做出真正的好的学问来呀 咱们这个传统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台湾也没有了 台湾最近闹了个笑话 你们知道吧 就是台湾大学 有一个同学 写了一篇硕士论文 在去年的年底 居然通过了 拿到了硕士学位 那个题目笑死人 那个题目想的是郭文贵 他在正面肯定郭文贵 我看了一下那个 那个盖药 那孩子就是 是个锅腰粉 那孩子现在被郭文贵骗得是个七婚八素 骗晕了 骗傻了 居然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导师 没有人给他把把关 你这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是 什么水平啊 这是 应该说现在依郭文贵正面歌颂 郭文贵为主题的硕士论文 可能全人类只有这么一份吧 其他大学丢不起这个人的 台湾大学很丢人的 在我成长的年代 80年代以来台湾大学的地位 江湖地位是很高的 日本人给他打了这个盘子啊 啊 这个创建了 这日本人当年这个统治亚洲的时候 大概又又是有七所帝国大学吧 台北那个就是一个 就是这就是台大的来历 后来49年 啊 这个蒋公又把大陆的 他能带走的这些 啊 高人的学术的这个 大腕啊 全带那全给他扩充到这个台大 所以台大在 一直到80年代 在我的心目当中 在亚洲是数得着名的 可是过去这二三十年以来 我总是有一个幻觉 我觉得台湾的高等教育 已经落伍了 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个标志 我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很难论证 啊 找不到证据 最近啊 就是这个台湾同学 啊 这同学写了这个郭文贵 以郭文贵这个为题 写的这个硕士论文 一下让我看到了 这是一个例子 太丢人了 就说明台湾大学那个教授 他的指导教授 居然是一个一号子啊 就是一号子 这有一个傻逼一号子吧 天天他妈你五毛在这 啊 在造谣的 污蔑我的啊 说我这个酿的酒是甲醛超标啊 然后带着一帮五毛傻逼 到这个危机百科技 篡改李洪宽的词条 他以这个为乐啊 就这么一帮傻逼 一号子 他叫一号 台湾这个同学 写郭文贵题材的 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 名字当中就有一个一号啊 一号 而且这个同学 注意啊 看问题要看细节 这个获得台湾大学 硕士学位这个同学的名字 他的拼法 他的英文 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 他的指导教授 也是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 你想这是什么人啊 这是 这显然他是 他已经采用了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了 这个情况在中国 在中国 中华民国台湾 学人当中 你看他的名字 他们都是用老的拼法 不是汉语拼音 跟汉语拼音是明显不一样 这个道理大家懂吗 这帮小子是干嘛的 我也好奇 我没有读他的原文 原文120多页啊 我读了一下三文 我一看三文是不对 有同学会问 难道郭文这个题材 郭文贵现象 郭文贵爆料不能研究 当然可以研究啊 你得用学术的语言 你得用客观中立 的语言 去分析郭文贵这些 这当然有 但我认为一般人没这个功力 能够用学术的语言 客观中立的讲的根上 讲的点上 把郭文贵现象 他的本质说透的 大概世界上不会超过三个人吧 那前三名肯定是领贯领贯领贯 那一般人他没有这么 这么大的透视力 你有的不服啊 有人 黄河边也砸锅啊 那个 这个 西诺先生也咋过 对对对对 他们咋过 他们是出热闹 他们说不到点上 你比如讲 你不服是吧 举例子 我就是专门置不服 你比如讲啊 这个 真的 我认真的 这个开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 开始讲真的了 真正能说到郭文贵 这个点上的 能够当这个博士生导师的 只有我李宏欢啊 把牛线吹出去啊 其他人敢碰啊 其他人敢碰这个题的 其他人都不敢碰了 像黄河边啊 也这个 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些这些老老人了呀 还还碰 就是他就是个娱乐啊 他是 他是学的是这个郭文贵啊 学的是这个王志安啊 蹭流量是可以的 咱承认他蹭流量比我好 但是说到根上 说到点上的 他还得向我来学啊 你比如讲 举例子 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 花一两分钟 讲讲这个蓝金黄 为什么又想起蓝金黄 这个概念呢 光贵你看他是个没文化吧 他有的时候啊 他对于人生的感悟 对于人性的把握 对于人性的弱点的领悟 归纳总结还是很高的 值得我们借鉴 蓝金黄这个词 就是他发明的 你看现在这个词 还有人时不时的用 我看到马英九 跟习近平这个见面 这个台湾的媒体啊 连篇垒毒狂轰乱炸的报道 就是凑热闹吧 全是那个噪音的 全是信息的垃圾 台湾的媒体报道 马英九见这个 习近平啊 要害概念不敢用 结论不敢提 那我首先看到了马英九 就蓝金黄 这一晃 已经过去六年了 2018年夏天 郭片子突然有一天喝高了 郭恩哥说 蓝金黄 国家安全部有个计划 蓝金黄 台湾香港的这些政客 明星全部被打下 那个意思就是说 马英九的这个 马英九的这个高丸 被我们国家安全部的人 转着呢 他敢不听话 他敢不听话 敢不听话 是是 蓝金黄的概念是这么传承 我当时听了以后啊 2018年 2018年的夏天 我当时就盼着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马英九前总统 应该稍微回应一下 他有这个实力回应啊 你在纽约雇一个律师 直接告他吧 有什么证据 这事马英九如果 能够撇得清 可以 可以跟 郭文贵交个手吧 结果 马英九 对这个事 完全选择忽略 他就学这个 谁啊 学王岐山 王岐山啊 孟建柱啊 你看人家对郭文贵 对他这个 狂轰乱大师的污蔑造谣 人家根本不大理嘛 当然人家 王岐山 孟建柱啊 这个 还有傅振华啊 对吧 还有这个 王立就这些小子们 都掌握着权力啊 人家可以斗用中共的国家的力量 来搞定郭文贵啊 可以把他抓起来了啊 促成他被抓吧啊 把关贵从金融上 从财经上啊 从骗局上 从这个呃给他弄了各种他妈的配合他砸锅挺锅的这些搞得很热闹对吧 慢慢的把他往沟里带吧 他毕竟不懂不读美国文化吧 他就是狂妄 对付一个狂妄的人 你想一个国家那对付一个狂妄的一个疯子 把他弄到沟里去弄到井里去 把他送进美国的布兰这个这个布鲁克林的这个联邦监狱 这个肯定是毫无悬念的啊 我前提是 郭文贵是不是个狂妄的人 我认为郭文贵确实是个狂妄的人 他很多东西真的不懂 他美国的东西他是不懂的 啊 你看那这个 他跟我作对啊 啊 就跟我作对 啊 是不是 被我立批于马下 啊 啊 说八大伪类性侵证据 花十万美元宣赏八大伪类性侵证据 啊 我要把你们这个八大伪类啊 八个民主人士啊 都给你抹黑成性侵啊 这没你没性侵 我我买证据 这是郭文贵的 这不是没文化的标志吗 在美国他早就不能这么玩了 这是在中国大陆也许可以这么玩 在台湾能不能这么玩 我也表示怀疑啊 中国大陆现在啊 你想搞定刘志华 想办法花钱 请他妈的国家安全部出人 给他到香港 给他这个给他拍录像吗啊 你不起 你不强奸都得强奸 这是中国大陆啊 在美国能行吗 不行 但是这个疯子他觉得 我在中国能做成的事 我在美国一定能做成啊 我如法炮制嘛 这就是疯子 这关锐是个狂妄之徒 狂妄啊 精神分裂 所以他就他就是啊 从去年三月份就给抓起来了吧 就是今天这个结局 这个有悬念嘛 我早就看到这个结局了 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你像他讲的这个 注意啊 说啊 人家王岐山 人家孟建柱 正面上不回应 郭文贵 人家就动用国家力量 把你这个狂妄之徒 把你这个疯子引到监狱里去 这些砸锅的 挺锅的 这里面有很多人为中共工作 这个概念你们也要有啊 否则说你看不透啊 啊 中共已经完成这个工作了 习近平 今天对郭文贵有没有兴趣 我认为可能都没兴趣了 习近平还有更多特别重要的东西 很多人在背后要他的命 要不然你怎么能解释秦刚 他的得力干将秦刚 稀里糊涂的被撤掉 现在都说不出一个恰当理由了 就说明习近平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大概只有零到两年的时间 要选定自己的接班人 这样才能够啊 才能够避免毛泽东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的错误就是最后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 前功尽弃 自己的妻子被逮捕 下令逮捕居然是华国锋 华国锋一直晚年坚持保持一个毛左的形象 因为不当官了 老百姓我就是毛左也可以啊 所以经常在毛九月九号死的时候 或者这个十二月二十六号 他这个生日的时候都要有所姿态 献个花圈个什么 大家想过没有啊 在这个场合如果他见到李那 见到李敏 李敏感触比较浅 李敏应该对华国锋是略微有点小小的感激 为什么李敏他妈是贺子珍李敏的妈不是江青 李那他妈是江青 那李那见了华国锋什么心情啊 咱们不说这个下一代那个那个大胖子啊 那个毛新宇那毛新宇可能没有什么智商 最近有人还吵着说毛新宇现在都宣誓在纪念毛的这个宴会上 这个场合啊 宣誓效忠习近平 说由习近平做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啊 挺有趣啊 就说 毛 最后将死的这两年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他没有完成自己最满意的那个政治安排 那么今天习近平所处的有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局面 他的时间还够吧 现在现在的问题啊 讲中国的政治出路其实改成生物学了 这个生物中改成生物中来决定了 万一突然死了 大胃摔地上摔碎了 没法交出去了 这就完了 毛泽东就这么一句了 鸡飞蛋打 这个惨痛教训习近平应该是他的政治课的第一课就是学 粉丝四人帮的整个过程 他能够看到真相 他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 他在耿彪身边工作了好几年啊 工作了三年吧 他这个工农民学院大学毕业1979年 他就是通过走后门 注意啊 习近平是走后门去的耿彪办公室当秘书的 他不他不是学军的吧 他你你清国大学化工系的一个工农民大学毕业生 你有什么资格去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上班啊 中共中央办公厅难道那个时候还需要化工啊 专专业的毕业生吗 这个荒唐啊 这走后门吧 习近平也是以走后门违反当时中国政府的规定啊 违反法律啊 钻法律的空子为乐为荣啊 他不掩盖这个履历 他也没法掩盖啊 对吧 走后门通过他他爹的关系 他爹习仲勋习仲跟耿彪关系不错 这么个这是这么个事啊 所以这个中共的政权到了后期 到了毛泽东后期就已经是一个完全靠欺骗 在维持的一个谎局啊 一个谎言就是共产党执政就是骗就是骗就是耍流氓 彭丽媛学的应该是大清那个局 大清这个局做成了 龙玉皇太后代表大清 把江山交给了袁世凯 呃这里边有个细节请大家关注一下啊 有人说中华民国啊 有这个合法性 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块地是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能把中华民国的地图那么画呀 因为我们画的就是大清来的嘛啊 对吧 你 就说那个退位诏书是最重要的一份法律文件 但是有人 发现那上面盖的章不对 这是那个大清退位诏书啊 就是依这个溥仪宣统皇帝的名义 签署的那个东西没有盖皇帝的章 啊 他也没有盖这个 龙玉太后的章 啊 这个是个悬念啊 也严格讲的话 那就那个文件是非法的 谁的章啊 他盖了慈禧太后老佛爷的一个章 那个章已经失效了 因为什么慈禧已经死了 慈禧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安排的这个局 这个我原来也没注意到这个 这个细节啊 是最近英国有一个女作家华裔 张荣女士就是写那个毛传冒号 未知的故事 那个那个作作家 他还写了一本不太知名的书啊 就是叫慈禧太后传 他给慈禧老佛爷写了个传记 啊 因为这个事呢 他 好像在英国最近啊 英国给他颁了一个 一个奖 特别规格特别高的一个奖 就新闻当中有炒作 我又看到 哎呦 我说哎呦 他写了慈禧 我看他怎么写的 哎呦 他给慈禧有一个 很高的政治评价 也就是说啊 我们得承认 大清的这个危局 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蹭了这么多年 最后才垮掉 至少得有四十多年吧 是这个老寡妇 这个慈禧太后老寡妇 蹭着的 他容易吧 他不容易 其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他临死之前四年 他到1908年的时候 他就不行了吧 1908年 他一看光绪皇帝得病了 不可救药了 活不了了 那也该走了 他就 用 披霜把光绪给堵死了 这个是后来啊 把这个 光绪的头发 挖出来之后 做了化学鉴定 确实 超高 披霜是超高的啊 所以 判定他被 下毒而死 这个是靠谱的 他死了之后第二天 慈禧太后也死了 就是他不能够看着 光绪死在他前头 如果光绪 死在他的 呃 不 如果光绪死在慈禧的后头的话 光绪可以复辟啊 光绪一复辟的话 那不得了啊 啊 而且光绪死 除去下毒之外 可能就是心病 啊 他是被这个老佛爷给迫害致死 啊 他跟这个 荣誉 皇后 啊 他的 他的 他的皇后啊 呃 没有任何感情 啊 他按说是 他们是亲表妹 按照现在的法律 还不允许结婚 太近亲了 不能结婚 但是这个是也是慈禧太后给他强按在身边的一个呃 一个特务 所以这个龙玉皇太后啊 不会搞男女关系 不会 不懂这个夫妻之道 龙玉 龙玉皇太后是知书达礼呀 他也受到很好的教育啊 他什么都懂啊 呃 他作为皇后培养的 但是呢 情伤太低了 不会不会处这个事 所以后来 呃 后来这个 由于 由于他是这个皇后 从来没有跟光绪皇帝 呃 做过爱 所以 龙玉临死的时候 四十来岁啊 光绪死的时候 三十八岁 龙玉死的 比他晚一点 啊 晚了个三四年 而且本身龙玉皇太后 比 光绪呢 就大三岁 女大三抱金砖嘛 啊 他是他的表姐 啊 所以龙玉死的时候 有可能是还是个处女 为什么他没机会啊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处女啊 所以有人给编故事啊 有人说个段子说这个呃 袁世凯最后是骗了荣誉皇太后啊 得手之后 袁世凯还挺珍惜 这个皇后的 这个皇后的 他可能看 据说袁世凯还还想 纳这个谁啊 纳这个荣誉皇太后 啊 为妾啊 这个事没做成啊 就是在 袁世凯的眼里边 这个皇后 有价值 有价值啊 他可能是学 他可能是学这个西门庆儿啊 他能看到女人 呃 这个这个高贵的品质 龙玉皇太后很难看 但是说难看有点过了 就是不好看 现在的照片都有 有一些好事之徒 把他的老照片给他复原 变成彩色的 确实难看 冬瓜脸 长脸 冬瓜脸 然后这个五官都不对啊 而且还是个罗 罗过腰 弯这个腰啊 呃 很瘦啊 皮肤颜色也非常难看 也不会保养 你看他待在 C太后身边啊 C太后很会保养 他不会保养 心情郁闷 没有性生活 老公不爱他 最重要的是 长年下来之后 在宫廷里面没有威严 皇后应该有的威严 他一点都没有 大家都不把他当回事 啊 都蔑视他 所以他 郁郁而终 啊 所以光绪先死 慈禧后死 隔了一天 死之前 光这个 慈禧太后留下了政治遗言 就做了这个政治安排 啊 他这个 他是精心安排 安排了摄政王 但是摄政王在大事上 还得听龙玉皇后 就是龙玉皇太后啊 来辅佐这个小皇帝旋统 做他的妈啊 名义上的妈 过激过过激给他 然后大权是在龙玉皇太后 你比如设计到 要不要把江三交给袁世凯 这样的大事 那得龙玉皇太后 这是个龙玉皇太后 说了算 啊 是这么个安排 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这就表现出来了 慈禧太后的政治远见 这一点我相信习近平也是有的 注意啊 这都是在权述 在宫廷内斗当中 摸爬滚打几十年 淘汰胜出者 就是慈禧太后老佛爷 选了龙玉皇太后 作为这个交盘的人 把江山交出去的人 啊 必须得是一个性格懦弱 恐惧 没有阳刚之气 没有远见 一个糊涂虫 一个兽旗包才行 哎 龙玉皇太后恰致是这样 如果是给啊 比如说别人啊 啊 满清 还有一些老爷们吧 对吧 有一些 呃 还有大概12个还是13个铁帽子王嘛 啊 那如果是某一个铁帽子王 执掌最终的大权 啊 做那个最高的摄政王的话 这个满清摄政王 这个铁帽子王 他拉不下这个脸面来 他们不可能做到把这个江山交给 袁世凯 因为袁世凯在他们眼里是迫害 参与迫害光学 他们都恨死袁世凯了 巴不得要把袁世凯给宰了啊 就是考虑到袁世凯有实力 宰了他呢 我们也也也难办 所以留着他啊 所以到了这个慈禧死了之后啊 才考虑啊 才考虑不能够把袁世凯杀了 这个地方要不要杀袁世凯 在慈禧死光绪死的这个关键点上 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大戏 你们看这个走向共和当中 有一有一个集专门讲这个 你要是没有这个历史的铺垫 你要是没有设身处地 站在习近平彭丽媛这个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你那个那一集你一笔带过 那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那个涉及到大清是马上就死亡呢 还是再等四年之后再死啊 是这么个过程非常重要 那一点上选择张自动啊 这个是张自动啊 也快死了 他就豁出去了 以劳卖劳在那说服了铁帽子王 说不能够杀 袁世凯 不能杀 你就看我的 你可以杀我 我不重要 我要死 反正我要死 在袁世凯不能杀 杀了之后 满清立即就得就得灭亡 所以保住了袁世凯的这条命 那么同时呢 在慈禧他要死的时候 把这个摄政王的大权交给了 龙玉皇太后 龙玉皇太后是个懦弱之人 所以他呢 能够 配合袁世凯实现这个交盘和接盘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他的直接后果 避免了战乱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华民国真正的国父 不是孙中山 孙中山的国父是假的 经不住历史的推敲 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国父 那袁世凯是当之无愧的 他对于和平 确立中华民国的合法性 做了独特的贡献 贡献任何人都不能取代 而且你也不能磨灭 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嘛 所以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没有任何争议啊 没问题 但是他之所以能做成这个国父 需要一个懦弱的女人 那个皇后 那个兽气包 可能临死都没有做过爱的那个女人 需要她的配合 这个安排就是四年之前 慈禧太后做的这个局 这样的话避免了汉族人和满族人的仇杀 这个贡献非常大 历史地位非常高 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所以这个龙玉皇太后死的时候啊 中华民国政府是用高规格给他出病 中华民国二年就就死了 因为这个龙玉太后做的这个这个事呢 在满清 一老一少当中都骂他 他本来也是被 受气包的一个角色吧 就更嘛 你把满清给卖了 你干的一个脏活 其实呢这个骂他的人是没有良心的 是这个和平的交接 避免了 满族人民被消灭 因为当时啊 要说真正说失控 政治谈判失控 导致战争全面内战的爆发的话 满族人有可能被消灭在中原 全杀掉 见一个杀一个 就因为你是满族人 你们欺负我们汉人两百多年 就报仇使的时候到了 就我杀了你 完全有可能出现这个局面 那就是民族的悲剧啊 但是这个 由于茨西太后的 先见之明 避免了这个局面 当然有人啊 有人读历史 他这个刁钻啊 他考虑比较周到 有人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了 说假如说 假如说啊 这个退位诏书这个事呢 没做成 其实严格意识上讲 这个退位诏书 也是耍了个滑 没有做成真的退位诏书 他这个退位诏书 严格法律追究 不合法 因为盖的章不对 盖的是 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章 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可能是宣统皇帝 也不愿意丢这个人 因为毕竟作为历史的罪人吧 非常丢人 这作为历史地 这个 说这个啊 这个参与这个事啊 促成这个事啊 啊 龙玉皇太后促成了这个 把这个江山交给 袁世凯这个事 从满人角度来讲 可能有点丢人 但是从大的历史观啊 我们啊 站在月球看地球 看这个事还是个正面的 所以应该给他褒奖 这个是对历史有贡献 避免了战争嘛 有人就说 还有另外一个局 你没想到啊 假如说 就算 袁世凯当时 一看晚容 不是这个这个 这个说 说皇后啊 皇太后啊 说你给我东西不对啊 你盖的章不对啊 如果当时袁世凯追究这个事 又谈崩了 又逼着选总皇帝 再重新盖那个正规的章啊 这个 假如说谈崩了 人家不愿意干 谈崩了是怎么办啊 其实 其实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满族人回东北啊 我们不在北京玩了 我们交给你 我们学蒙古人 我们退 我们毕竟还有一百万军队呢 看看有 有没有人愿意我们回到这个 回东北的 不玩了啊 不当 不当贵族 不当皇帝 我们去东北 开荒种地 打鱼 捕猎啊 恢复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假如说那样呢 那样的话 孙中山 袁世凯 会不会派兵追他们 追出山海关呢 应该不会 因为孙中山 号召革命 的口号之一 就是驱逐大陆 恢复中原 山海关之外 不算中原 在 清朝末年 革命者也好 袁世凯他怎么想到我不知道啊 就是在孙中山这批革命者的心目当中 驱逐大陆 当然是满族人 把他们赶走啊 包括蒙古人赶走啊 中原 这个概念在当时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 行 我先讲这儿吧 讲的有点这个长了 哎 就是说提醒大家 习近平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这是第一 第二 一定要接受毛主席 江青 毛远新 华国锋 邓小平 这个最高权力的传承的这个努力失败的教训 这是第二句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彭丽媛跟江青没得比 彭丽媛的条件比江青要好得多 条件优越 所以这个交接的难度 做成功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是在人为啊 第二 第三 应该多学学啊 这个荣誉皇太后和宣统皇帝 交出权力的这个过程 站在大历史 因为一百多年过去了 一百二十多年过去 站在大历史的交度啊 宏观视野 借用长额的视角 看看人家清朝 清朝交出权力的这个过程 他的历史的功过 如果你真读进去了 我相信习近平能找到一个相对啊 可以行得通的方案 这就习近平身边的人可以考虑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行 我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